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一千一百二十八回 对于行历来说第二层啊只要将练神术第一层练成 增幅后的神识应该呢也能勉强符合条件的 倒是肉身除非将凡圣真魔功啊修炼到了极致 再有一些机缘的话呢也不是没有机会达到此要求的 至于第三层的条件 行历也只能摸摸下巴满脸的苦笑了 不管怎么说吧 这练神术呢能将神念一下子增幅背许用处之大 也就可想而知呢 别的不说 修炼成一层之后 韩历自负进阶合体期啊 起码能再多出两场把握出来 就这般的时间在韩历参悟金传文中一点一点的过去了 这一天 韩历正在山腹中细细的冥想之时 忽然听到了储物灼中一阵嗡鸣之声传来 他心中已经啊急忙双目一睁的朝手腕儿处扫了过去 只见储物灼中一晃之下 竟从中啊自行的飞出了三团金银色的灵光 正是那三枚广寒令 三枚令牌啊 微微的一晃 就在他眼皮子底下 一下子化为了点点灵光的样子消失了 韩历心中一领啊 随后呢 他感到地面微微的颤抖了起来 附近天地元气也一下子变得紊乱了起来 怎么 难道 时候要到了 他喃喃的自语了一声 提表灵光一闪啊 就化为了一道青红 飞逝而走 剑客的功夫之后呢 荒山上空 顿光一脸 韩历身形浮现而出啊 神色凝重的抬手望去 这个时候的广寒界上空 五色云雾翻滚浮现 阵阵狂风呼啸不停 地面呢 更是连绵颤抖之下 大小不一的山石 从山上不停地滚下 一些高大的树木 也在震动当中是东倒西歪了起来呀 荒山附近 更是各种飞禽走兽 从窝巢中涌出 发疯了一般呢 向空旷之地是狂奔而去 韩历双手到背身后 双目缓缓闭上 感应着附近天地元气的惊人暴动 脸上的表情的肃然了起来 按照进入广寒界前其他人的讲述 现在这种天照 正是广寒界即将开始关闭的预兆 顶多再过半天的时间 他们这些外来人呢 便会被此界法则之力 强行的排斥而出 因为他们在出发之地的法阵上 留下了各自的印记 身上呢 也携带了和法阵可以呼应的 特殊的法器 在返回之时啊 会被界面之力啊 直接返回到出发之地的 寒历一边心中默默地思量着 在广寒界中的各种的收获 一边呢 不停地感应着天地色变的惊人天象 忽然 他神色一动 下面露出了惊异的表情 睁开了双目 朝某个方向 望了过去 直接那边 五色云雾方滚的低空处 光芒一闪 一金一白啊 两道顿光直奔他所在的方向 积舍而来 这两道顿光啊 摇摇晃晃 颜色也是大为暗淡的样子 但是 后面的白色的顿光 明显呢 比前边的金光啊 上墙上一筹 正在奋力的脊椎前者的样子 而前面金光 却给杭力一种 颇为熟悉的感觉 寒历目中的蓝芒一闪啊 就将两道顿光中的东西 看得是清清楚楚的 看完了以后呢 脸上却显出了一丝 惊讶之色出来 前面金光中 一只金色的巨狼 催动法力狂顿着 浑身的皮毛啊 都是破烂不堪 竟正是那只 已经遇到两次的王级暗兽 后面颈椎的白光当中呢 其实一只背生双翅的白色老虎般的怪兽 同样呢 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但是 仍然拼命的颈椎不放前面的金色的暗兽 二兽一逃一枝之下 外加本身元气啊 均都大肆 韩力呢 将自身的气息隐匿的若有若无 二者呢 竟一时之间没有发现远处的韩力 韩力目光闪动 心念一刃飞快的转动 尚未想明白该如何面对这意外之事的时候 忽然呢 从其袍袖中的传出了一声嘀吼 吼声充满了焦虑和急迫之意 竟是暴灵兽 默然之间的从灵兽袋中发出的叫声 一副对远处二兽到来 异常激动的样子 感应到暴灵兽的异样 韩力心中一动 自然想起了当初此兽吞噬掉 那几枚高级暗兽腰单之后 出现的那些至今尚未弄明白的奇异的变化 当即望向远处金光中的眼神渐渐的冰冷了起来 一声雷鸣 韩力背后一对羽翅浮现而出 一扇之下化为了一根清白光丝不见的踪影 下一刻呢 王级暗兽上空 空间波动一起 一个三头六臂的巨大的金影一闪浮现而出了 金影啊 六条手臂一动之下 六道金色光柱是狂腾而出啊 速度之快 几乎这边刚一出手 下一刻光柱就一下子到了金色暗兽的身前处 原本以这头暗兽合体初期恐怖的境界 这些光柱攻击呢 纵然再出其不意 也可有办法躲开的 但是现在子兽啊 早已接近是登进游枯了 一身法力时程中都没有办法上存一成啊 纵然一惊之下 接了一躲 但也不过避过其中一半攻击而已 还是有三道金色的光柱一闪即逝的积在了上面 轰隆的一阵巨响传来 刺目的金光一下子呢 就将暗兽的身形啊淹没其中了 随之高空中波动再围之一晃 一座天杖的黑色飓风和一口银色巨齿一晃浮现而出 并毫不迟疑的向下同时一落 黑色山峰底部 无数的银色符纹翻滚而出啊 竟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阵 一股无形的距离瞬间一照而下 下方金色的暗兽呢 被三道金色的光柱激着一个翻滚啊 才刚刚摇摇头颅勉强的站住 就漠然的感到四周空气一紧身躯重于万斤起来 可顿时大惊的一声大吼啊 身上毛发瞬间竖立 化为了一片金芒四下击舍而出 以金色暗兽合体的境界 若是平常的时候 金芒自然可以一下子洞穿四周的禁制的 从而呢破掉身上的束缚 但是现在 体内法力啊 不及原先一成的情况之下 金芒呢 刚毅离体不过仗举 纷纷的在距离一颤的 凝制不动了 暗兽呢 脸上惊惧大现 纵然说他有莫大的神通吧 但是呢 没有法力可谓无水之源 又哪能试战出什么 厉害的破解手段出来呢 就在这个时候 空中落下来的银色巨齿一晃之下 道道耻影呢 发出了风雷之声一闪而至 纷纷的激在了这头 王级暗兽的身上呢 一声凄厉的惨叫之声发出啊 暗兽肉身 瞬间呢 被无数的银色电弧包裹其中 焦糊的味道一散而出 呼的一声 一口青色的巨剑 也从虚空中一闪而下 金色的暗兽 在电弧和距离的困腹中 根本的来不及 多闪分毫 青光一闪之下 就被硬生生的 斩成了两截了 此兽身躯 化为了两片 一风而开 一声爆鸣之声响起啊 一只呢 比原先小了近半的金色的暗兽 突然在尸体之间浮醒而出 体表呢 一股血雾一攀之下 化为了一团血光 激射而出 一声轻移之声 从附近的虚空中传来 随着轰随之马 原本在高空中的黑色的山峰 从虚空中呢 瞬移而下 竟然准确无误的 将陶盾中的血光一压而下 但是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血光瞬间四线溃散的同时啊 竟然呢 又一道纤细的金波 从中一弹击射而出 隐隐的是一只 拳头打得金色的矮兽 此树 竟然接二连三的 使用了金蝉脱鞘之树 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 从高空传下 荧光一闪 一只头颅大小的 银色的火鸟 在迷你暗兽 逃窜的前方 诡异的浮现 双翅一展一扑之下 就将来不及 躲避的金色暗兽 吞噬进了其中 迷你暗兽 连坑都没有来得及 坑出一声啊 就被士灵真火呢 化为了乌有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低沉的雷 一道清白的光丝 在银色火焰附近呢 向望去 在数百丈的远处啊 那头背身双翅的白色的虎妖 正面露金木的望向其手中的腰单 引漏贪婪之色 但是又迟疑的不敢过来 哈利双目隐秘 三手呢 冲黑色的巨山和银齿一招 二宝一声嗡鸣啊 击射而回 恢复了原本的大小之后 在四周盘旋飞舞不定 而他自己拖着腰单呢 在空中一动不动 脸上丝毫表情没有的 望着白色腰虎 这个时候空中的天象 越来越发的激烈了 一团团的五色的云雾中啊 开始浮现出了 一道道的银色电弧出来 接着倾盘大雨呢 从空中直坠而下 将整个天空变得雾气茫茫起来 白色妖虎身形呢 一下子在远处显得模糊了起来 但是目光仍然是闪动不定 一副犹豫不洁的模样啊 哈利冷哼了一声 脸上现出了一丝不耐啊 同时呢 背后双翅轻轻一扇 一团团青白色的雷球 开始在身后密密麻麻的浮现而出呢 噼里啪啦的暴鸣之声 一下子大响了起来 白虎一见此景啊 碧绿的瞳孔呢 是骤然一缩 有些不甘心的 低吼了一声 莫然一掉头啊 化为了一团白光向来路 激射而去了 哈利呢 没有动身追去 反而目睹白光在天边一闪消失之后 双翅微微的一叉 雷球无声的消失了 盘旋身旁的黑色的小山和银尺也真都一闪的不见了踪影 被他收了起来 这头白虎的境界 那也是合体初期啊 但是身上的法力消耗远不如暗兽这般大 现在广含节马上关闭在即 哈利自然不愿冒险的再追下去的 这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可就得不偿失了 而白虎灵智自不敌啊 见哈利如此轻松的击杀了所追的金色的暗兽 虽然说是大为的愤怒吧 但自负目前情况下根本没有战胜哈利的希望 也只能呢 思量了一下之后不甘的退走了 暴灵兽在灵魂中啊 越发的兴奋了 他不但开始低后不已 甚至呢将对金色暗兽妖丹的渴望之意 直接通过神念向韩利传来 大为的迫不及待 韩利微微一笑 将手中的金色的妖丹 往灵兽环中一送而去 顿时呢 藏身其中的暴灵兽 马上传来了一声欢畅的低鸣 一口就将妖丹吞进了腹中 接着呢 向韩利传来了一丝感激之意之后 就立刻趴在了原处 闭上双目是一动不动了 不久呢 就传来了酣睡之声 因为有了前边一次吞噬高阶暗兽妖丹的经验 韩利对此呢 并没有什么惊讶之色 心中呢 反而有了几分期待起来 王级暗兽的内丹 那自然远非 那几枚高阶暗兽内丹可比的 不知能给暴灵兽 带来什么惊人的变化 接下来呢 那韩利就这般悬浮在空中 不再有其他任何的举动了 数个时辰之后 空中的五色云雾发出了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之后啊 就扑天盖地的从高空一路而下 韩利身形一下子就被雾气淹没进了其中 里面呢 是电光狂闪啊 一股惊人的空间波动传了出来 当一盏茶的功夫过后 漫天的云雾闪电 均都诡异的一散而开之后 韩利原先所待之处已经空空如也了 哪儿还有丝毫的人影啊 而这等一般无二的一幕 在广寒街各处都同时上演着 数以千计的一族人被法觉之力 硬生生的送出了此界了 韩利只觉得呀 眼前五色光辖刺目耀眼 以明清灵目都没有办法直视分毫啊 接着呢 双族一空之下就一阵的天旋地转 当他双族重新踏上某处地面的时候 耳中呢 就一下子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裂之声了 随之呢 赶到了头顶一缕奇寒 直席而来 韩利心中一惊 当即呢 不加思索的身上黑气一阵翻滚啊 黑幽幽的天外的魔甲立刻在身躯上浮现而出了 当立声轻响的同时 他默然睁开了双目 直见头顶上空 一口寒光闪闪的吃许长的飞剑 正被魔甲泛起的一圈黑光呢 是一堂而开 根本呢 破不开其防御分毫 而此飞剑的主人 赫然呢 是一名头身一对长脚 但身穿一身银甲大汉 竟然呢 是一名叫赤族人 韩利面色阴沉啊 目光一扫之下 就可看到附近天空中 各种宝物 漫天飞舞 五颜六色的光团呢 不时的暴力而开 数以千计的一族人 正在各自施展神通厮杀着 其中小半的人呢 赫然都是脚翅族人 而其余人呢 则是负责护卫法阵的天云族卫士 在更高的地方 两座仿佛小城般的脚翅族站州 一动不动的悬浮在数万丈高的高空中 更多的脚翅人和天云人呢 战成了一团啊 原本布置在两个巨大法阵附近的各种禁制 大多这个时候已经被毁的是七七八八了 在离此处更远的天云城各处 同样是火光冲天 爆裂之声一刻都未停歇啊 仿佛整个天云城都已经乱成了 一团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传言修仙传》第1129回 《传言修仙传》第1129回 《传言修仙传》第2129回